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贏 台股又破底了 它已經跌破去年5月崩盤的最低了 為什麼會有這種事呢 我說昨天不是已經拿這一張給大家看嗎 說什麼 拜登總統出來講 美國經濟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結果馬斯克出來反駁 說衰退是不可避免 我說兩個在幹嘛 唱雙簧 不過站在政府的立場 當然是要安撫人心嘛對不對 可是站在一個做生意的人身上 他講的就是實話 美國最主要是因為這個問題 來看一下 昨天 不知道我就出來講話了 連準會7月升息三馬 升息三馬升到哪 2.25%到2.5% OK 好那表示現在多少 差不多1.5% 對不對 9月要再升2馬 就等於要升到3%的意思 其實這一個呢 其實這一個呢 上次這個6月 無預警升三馬這一次 我已經告訴你了 對不對 已經跟你說要升到哪裡了 說到今年年底 就要升到3.4% 對不對 升到3.4% 2023年要升到3.8% 已經 早就先講了 可是為什麼 還是繼續反應呢 其實沒有 美國股市沒有在破底 並沒有 問題是台灣為什麼 我跟你講 問題就在這 為什麼這是個問題 來跟大家講 我說我們這一次的 會跌嘛 主要是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這個 我只要告訴你啦 因為通膨 所以它會升息 然後升息的下一步 會造成什麼結果呢 就這個結果 來 升息外資賣出 要幹嘛 因為要匯回美國去嘛 台幣就貶值 是不是如此 那因為外資賣出 今天不是一個消息出來 什麼消息 大家看一下 三大半導體來 半導體三雄 居外資賣超前三高 看到沒有 台積電賣了多少 賣了4000億 聯發科 921億 聯電賣快 500億 我說 都被他們賣下來 從一月到現在 難怪嘛 難怪盤一直跌 因為光 這三個都是全值股 對不對 這全值股要一度賣 當然 你去看他們的歷史股價 外資隨便賣都隨便賺錢 不是跟你講 對不對 我們台灣 最大之所以會跌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 就是因為他外資一路賣超 那美國會跌是為什麼的 因為這個 因為升息會造成 目的是為了抑制通膨 可是他的副作用 OK 什麼都有副作用 就是經濟衰退 對不對 我說這幾天 一直在什麼 印證我之前跟大家說明 說明了什麼 因為通貨膨脹 什麼東西都變貴了對不對 變貴了 你會怎樣 我賺的錢沒變多啊 那你會幹嘛 降低消費 對不對 所以你降低消費 你什麼東西不會去買 手機 先別換 Notebook能用繼續撐著 PC也一樣啊 平板也是一模一樣 對不對 這一些是不是都不會變 沒錯吧 你就不會趕快 我現在趕快 新的手機出來了 趕快換一台 現在不會啊 所以昨天不是拿一個新聞給大家看 哇 手機庫存有多少 一億支啊 過三個月之後 這一億支要怎麼辦 打折賣 看有沒有人要買 我看不容易 全世界都在通膨 英國也是40年最高 我說這是個什麼 全世界的事 不是只有某一個地區啊 那台灣會遇到 為什麼現在在破底 的問題是因為外資 一路賣超 這當然 也是因為生息造成 大家就知道說 這個背景是怎麼樣 你在這邊妄想說 哇 還要漲回1萬7 還有機會供2萬 我說你看這個趨勢 你就知道狀況 怎麼供2萬 我在今年3月 我記得我昨天有跟大家講 我說我在今年3月已經跟大家講 我說空頭了啦 對不對 不要想太多 是不是已經告訴你了 今年3月就已經告訴你 空頭了 到現在 這是到昨天 到今天已經差了多少點 快3千點了 對不對 3千點 不多啦 6分之1左右而已 對不對 可是趨勢還沒轉向 為什麼 因為今天還在破底 今天要哪去 來看一下 今天是23號 來 來 今天出現15102 我已經告訴你了 它一破低 一破低 你先別想太多 OK 為什麼趨勢是如此 趨勢的格局沒那麼簡單 轉向 而且我每次跟大家在分享 什麼東西 說 你看現在在跌什麼 你看全值股在跌什麼 來看一下 你就知道這盤到底會不會停下來 OK 來看 來今天主要跌的還是誰 哇 還是航運 哇 航運真的摔得稀巴爛了 來 另外呢 這次跌最凶聯發科 聯電 聯發科跌6% 聯電跌4.76% 對不對 我說 聯電昨天除息 哇 沒什麼漲 今天繼續跌 聯發科今天除息 昨天就被氣息了 我會跟大家講 哇 基本沒有那麼好 但是 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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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說 看這基本面我也想買 可是 重點 哇 昨天 它一跌破 我跟妳講 破低都不是好事啊 它一除息 除了73塊 也今天跌哪去你知道嗎 來看一下 今天聯發科除息跌哪去 來 跌到這來 爆大量 欸 除息還爆大量 對不對 對不對 我昨天說 欸 昨天假設我們有買好的 跌破這個點 就是前兩天低點 這差不到3-4%吧 跌破就先算了 我放棄 哇 真的一放棄之後 一擦擦讓到 欸 差太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講 你該賣就賣 千萬不要 困在它的基本面裡面 我為什麼講 基本面很多人都在講 喔 很多老師跟你講說 不用擔心 我們基本面好得很 你光是參與它除息 哇這個 配息率多高啊 對不對 都已經快到10%了 而且基本面好到哪去 好到這來 對啊 營收 沒話說 獲利 一季賺21塊 沒話說還在成長 然後呢 走勢 那時候很好 有沒有 結果昨天一跌破 先還是得出啊 對不對 不對就是不對 我說基本面再好 你短線上格局不對也沒辦法 你這樣做只會這樣 虧小錢 我說哪個多少 三四%跟它搏後面的20% 要不要做 可以做啊 可是並不代表它一定會賺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這一點 好 那剛剛不是跟大家講 說什麼 領碟的是誰 是不是航運 是不是台積電 是 它破碟 來台積電 台積電怎麼走 先看航運 哇航運 我從跟大家說 要出的時候 已經這樣子差多少了 差不多250左右吧 現在跌到200了 差很多耶 差了50點 對不對 對它來講是 五分之一兩成 這這麼幾天耶 這是整個類股耶 這還不是一支股票 這是一個航運股 航運股 一跌跌兩成 看到沒有 如果你有聽老師的 你早躲過了 另外台積電 台積電的走勢 我也要跟大家講 再創新低 對不對 我那一天 這一天本來很不錯耶 收最高耶 結果隔天不對 趕快先走 我是不是告訴你 不對就是走 老師賠錢的抱不住 我不知道你手上是賠多少 我們手上都不會超過10% 很多都五六%了不起 而且今天這種盤 我們股票還能賺錢 OK 應該還不錯 來等一下我們再回來 看看到底政策 可以帶著我們 關注哪一些股票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 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 關心的是競爭力 永遠值得托付 022 27810909 27810909 誰說有錢人不做期貨 期貨是最佳必選工具 運達指貨 02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歡迎歡迎我們旗鼓雙鷹 我說跟大家分享那麼久 你應該看得懂 到底這個盤到底會不會指貼 以現在來看 還看不到 對不對 我跌的時候 它在創新低 先別預期它馬上會怎樣 就漲起來 為什麼 沒條件 而且領跌的股票也還在跌 剛剛已經跟你講 航運 台積電 對不對 他們兩個在創新低 你預期這個盤要漲 不容易 當這個盤真的要漲的時候 第一個 這兩個一定要止跌 那止跌的條件 我唱 我已經一直在節目裡跟大家分享 不要再破底吧 第二個 最好是收紅 然後呢 它要有另外一群 領漲的股票出現 什麼叫領漲 率先 往上衝的 對不對 要有個題材 而且全職股裡面 一定要有領漲 今天有一檔很特別 剛剛沒跟大家講 台達電吧 為什麼會漲 來我們看一下 台達電 剛剛跟大家看 沒看到說 台達電漲多少 今天最厲害的就是 台達電 3.31% 看到沒有 3.31% 為什麼台達電會漲 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 台電虧很大 跟電有關的 OK 另外一個 所以呢 預估用電要漲8% 工業要漲4% 另外 美國商會 自己跑出來講了 美國商會 穩定供電是當務之急 你說什麼商會 都沒有美國商會重要 好不好 百分之78%的 載台美氣 對電力供應有 高度引游 沒辦法 新聞一直爆 一會兒要跳電 一會兒要幹嘛 我說這感覺怎麼 像第三世界國家一樣 供電的穩定 對一個 以製造業為主的 尤其是工業製造為主的 很重要 所以說你要看 到底什麼產業 我們可以多關注他一下 你這邊就看到了 跟電有關 對不對 我之前 車用 電動車 對不對 車電的 一定OK的 為什麼 這是趨勢所在 不管是一個 產業的趨勢 或是 政府的態度 都朝這一個方向去做 那表示這個產業一定會起來 另外一個 網通 這是產業趨勢 這沒辦法 好 最後一個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電能 昨天 我說昨天不是 不是有這個嗎 太陽 台灣的太陽光電發展 然後那個再生能源發展 有沒有 這都要送立法院 我說 為什麼一直 最近這幾天一直在出這個新聞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經濟部長還跑出來說 供電沒問題 沒問題就不會出這個新聞 就是有問題 對不對 美國上會都出來說話 他就是要你政府趕快做點事 對不對 不然的話就來不及了 所以說你看 昨天不是講的 昨天的太陽能 昨天的太陽能 今天呢 今天 就這些啊 對不對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什麼 你可以看到說 那我們到底要留意哪一些股票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已經拿出來過了 因為那一陣子也是常挑電 我去 今年三月吧 對不對 看一下 你看 電能相關的 包含不斷電 包含太陽能 包含風力發電 還有除能的部分 這一些 序準 漲了4% 銀鎮也漲了快4% 哇 漲多跌少 今天這什麼盤啊 他們還大部分都漲 對不對 你說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可是重點在哪裡 我說 選 要選一個要投資的標的 產業看好對不對 你要看什麼 基本面 最快最主要的就是營收 OK 營收之後才會是 什麼 他的財報 包含他的毛利跟獲利 那要後續要追蹤呢 這一些都是你應該要留意的部分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要跟著政策走 你就知道 錢在哪裡 趕快往這個方向去注意 留意 好那哪一些公司可以留意呢 就我剛剛給大家看的這些吧 對不對 電能相關的這些 當然可以留意啊 好那另外呢 我說 很多不OK的 我說這些電能相關的 它不會因為你的 縮減支出它就不發展 它一定會發展 對不對 會怎樣 會衰退的 永遠是那些所謂的消費性的產品 現在是進入怎樣 萎縮期 大家降低消費 而且不是一天兩天 會好一陣子 大家要記得 好一陣子 要降低消費 所以這一群 後面再出來講 說他們多好 你就聽聽就好 所以我們要關注的 我們要專注在哪裡 車電 網通 電燈 就這三個 當然還有半導體 那我今天要介紹這檔半導體 它呢 有兩個題材 給大家做參考 來看一下 這檔股票 第三代半導體 封定題材 五月營收年增率超過四成 重點在這裡 它的產業對不對 對 營收對不對 也對 好 基本面好 那我們要看什麼 哇 籌碼進去了沒 進去了 這一次盤跌哪去 盤跌得上千點 它在這 它是不是很撐 為什麼撐 因為錢進去了 看到沒有 這個錢進去了 全部的籌碼 它還在吸籌 還在吃籌碼 這一檔 很有機會 在這邊跟大家做介紹 你可以做參考 過兩天我來看看 當這個盤指紋 它應該就創新高了 你可以多留意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講 不是講到台積電 聯發科 聯電 也半導體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外資一直賣 對不對 這一個股價 長這樣 這是聯電 下跌還出量 我說 外資賣得很用力 才會走出這種走勢來 我們不要 怎樣 逆著勢去做 我一直在這邊 一直跟大家講 我們所有的 進場 都是做順勢交易 OK 最近 因為除息的太多了 股票做空真的是很不友善 我怎麼那麼講 為什麼 除息前 融券強勢回補 而且要停券 那你說怎麼做空 所以我最近股票都不做空 了不起頂多什麼 期貨來做空 可以 可是股票就 暫時先不要 好不好 那問題是現在正在跌 沒錯 整個 大盤的格局是跌的 可是你會看到 有些股票 會有它自己的走勢 大盤跌 表示什麼 主要的全資股都是跌 你去留意一下 都是如此 那現在你可以關注什麼股票 就我剛剛跟你講 我們鎖定的這些題材 都是什麼 政策 你看喔 我之所以會推什麼 低軌衛星 我之前不是講 網通嘛 低軌衛星嘛 都可以留意 那現在多一個什麼 跟電源相關的 你也可以再看 產業你就從 哇從這麼多個 說到剩這幾個 你是不是好選多 對不對 有一些正在衰退的 我們就不要去碰它啦 你又說 這一些就暫時先別碰了吧 就這個這個 還有什麼 還有電能相關 這一些才是你現在要留意的東西 那很多人說 那有的像 被動員艦 領主艦這些 可不可以碰 你要看它營收有沒有衰退啊 而且走勢格局對不對 像 最近 應該沒有人在講航運股了吧 摔成這樣 對啊 有人說 現在也是低階的時候 為什麼 它的什麼 殖利率那麼高 對 短線跌很多了 可表示什麼 趨勢偏空 任何的反彈 都要找機會賣 我已經跟你講 格局是如此 我不是對航運有意見 它還在很賺錢 可是走勢錯了就是錯了 我們沒話好說 好不好 像 聯發科我剛剛也跟大家講 跌破就跌破了 該出就出 就賠一點點 不行嗎 對不對 總比你抱著現在賠多少 哇賠二三十趴 這樣不行吧 對不對 如果說你想要 在一個小風險的範圍內 去做博取後面的大利潤 你可以掃瞎開口 大家來問 老師願意幫助你 今天節目到最後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